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把sonyres打开 指路正题吧 今天就看 那个file new就是说文件新建part 对part对这个 然后打开一下 今天会给大家说怎么开始 那首先是这样子的sonyres的话你要开始学习的时候 首先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一定要从一个面开始对吧 那通常我们用的比较多肯定不是用试图 肯定不是一定是top这个或者from就看你那个行吧 通常top比那个from的几率要高高一点这样子 然后呢所有开始都是在那上面这里对吧 呃面对吧实体feature嘛就是说一个实体的一个功能功能区块 这个是个炒多功能区块好这一这个这一这些呃先不用管他 那以后有机会再来啊好那一个点一下以后通常都会点这个按钮sketch 对点完以后呃他会自动给拉屏 那呃如果是说我呃像这样子按的中间鼠标中间的按键 对这样挪的时候哎我想把它挪屏怎么办 control加8control加8对control加8你看一下子就会那个呃怎么说还原了 所以通常这一块我我也不知道如果按的话按哪一个 我通常都用快捷键这一块好先讲第一个那个直线 直线的话是这样子呃反正就是你随便按对吧 然后随便要点左键停一下然后再左键对他就会那个 然后再按ESC对你就可以那个呃结束 就是说你就把一根消化完了呃然后或者可右键吗呃不行的按右键这样 然后你这样左键哎他在继续对 所以通常是按一个ESC这样子啊然后呢 这就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弧线工具 呃还有那个周取线啊这是直线这是那个弧线对吧 v point arc啊然后还有个啊spline spline的话是这样子一点一下然后点对其实就是你随便周取线嘛 然后点完然后按ESC退出退出以后按这个点可以进行一个支付 所有的呃一个调整你看把这个点是那个调整他那个曲率 那那个小一点曲率分别是就是说再调一个这两个通常是水平的啊 呃如果是说你想再调一个呃就是说不同的曲率怎么办 对这个箭头也可以调整的看到小箭头啊这里也是 但这个箭头他不能改方向啊但如果改方向要调这个对 但是这个会按照你本来的那个平行度整个整个箭头 会按照你本身那个平行度你本来是平的 他就是一样是平的那这个一样你可以去看那个角度 这也是一个角度你看到我一挪的时候你看一个粉红色粉红色的哎对 他那这个助曲线这个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少用的最多就这个 就这样子两边对吧那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哎你看一个圆形就完成了 那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去弄一个正的圆形啊 因为算是反正他没办法直接生成实体了 那这就是通常的话用会用的话用的比较多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一个 左右两点定好以后再定这个然后再把终点再跟那个别的东西进行一个关联这样子 那一个对今天就讲这三个东西啊记得一个画直线对吧 然后一个一个画什么呢不规则的曲线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这个就是哎对你就随便画就是画一个弧线 通常会用弧线这个比较多啊对那一个好那一个今天课就到这里 我们开始准备那个下节课好的谢谢大家